请下分数 应该蛮高 91分 为什么这么高分 郭华老师 你给了23 今天他的表现 真的给23分 是算还保守了一点 多后一点就对了 多后一点 因为我们满分就25 留一点在总冠军赛的时候 在用 其实我刚刚听两位老师讲的意思 就是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你认真的表现 比你内容的表现 要来的重要太多 也就是说 其实你的能力是 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大家比较在乎 你在不在乎 表演这件事情 有没有认真 有没有认真的了解 歌词的意思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基本上 我给这么高的分数 其实今天他值得 给那么高的分数 对 我想 这个没有争议吧 这完全没有争议 我跟你讲 那我做进去 你做他的唱片 不要给这两家 好吧 那就这样决定了 好吧 那这就过了啦 大家冷静 两位成熟一点 现在呢 两大唱片公司 请准备 请选择 谁选择了 潘娜 黄唐妹 沈世云 曾经被认定为冠军的候选人 我希望可以在总冠军赛看到 他的好声音感动了所有听过的人 最后那一句完全把大家给征服了 未来的新路原本是一片光明 五年内八明大火 原本应该是选秀比赛中抢手的人才 本周却意外惨遭滑铁卢 高分落选 在锦要关头重重叠了一跤 从高处跌落的陈诗雨 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待定区 她会被救回 还是从此离开唱舞的舞台 荒唐妹的梦想之路 难道就在此告终了吗 到底 储备歌手组队确定战下棋 抢人大战开打 是Sony Music 还是喜欢音乐 两边都有 争取重点选手 找老师老王卖瓜 你需要有人去好好教导你 怎么用你的声音 这我在想播出比我更适合的人 为求选手入队 中文老师攀亲戴顾 你站在舞台上我觉得就是个巨星 你绝对是我要的选手 而且你还是花连人嘛 对不对 我也是花连人 但是 荒唐妹陈世宇的命运却是 陈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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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出去 出去 再救一个 最精彩内容 都在下周的超级偶下 逞 缝 逞 逞 逞